那么今天紧接着讲 此七句金刚语的历史中也期待 很多佛藏大师的佛藏品里面有七句七道文的功德 他的历史 他的一些殊胜的加持力等等 叙述都相当多的 那么这里是怎么讲的呢这是诸位空姓母 引起莲花生大师会供的词句 还有呢 也有这样的 昔日五百位精通英明顺秘学的外道本师来到了 纳纳托师当时师徒佛教为王讲帝 内道佛教徒的诸位班智达也有五百个班智达 当时无理辩论期间所有的班智达 基本上都是有了相同的梦 他这里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 他们实在是无可奈何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空姓母 降临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这个方法 有一种说法说是 这是这么多的班智达同一个世间当中做了同样的梦 梦里面是什么样呢 就是圣级空姓母 守级这样说的 你们难道能够剥刀外道吗 当时这样问的如果你们不能迎请我的兄长 也就是说我的哥哥住在黑暗石头里 黑暗七海一片的石林当中 叫做多戒通畅战 其实多戒通畅战我们可以说 莲花生大师有八种幻化当中之一 他可以说佛教将造到 如果你们没有迎请他的话佛教会造到毁灭 当时空姓母是这样收集的 然后这位班智达对空姓母这样说的 因为黑暗石头里一般的人很难以行走的 到那里很难以行走也没办法迎请莲花生大师 当时空姓母说 你们如果在经堂上 经堂的定乘 乘生非常广大的供品 然后盼着妙相和乐器 以最大的恭敬心大家一口同声的祈祷文 如果以七句祈祷文来祈祷的话 那么我的兄长也就是莲花生大师他可以降临 并且给他们教给七句祈祷文的念诵方法 教给他们然后这些周围班智达 全部都是按照空姓母的手机 就在他们的经堂上陈舍广大的食品 大家伴随着语气然后再共同开始祈祷 祈祷的恰那间莲花生他是从空中间里 居于五百个大班智达之手 通过教理跟五百个外道进行辩论 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已经失败了 佛教已经获胜了 然后紧接着外道也是有现实种种的神变 然后莲花生大师也是通过周理 还有金刚海母教给莲丝一个宝切 让他们降佛外道结果莲丝依靠他的教言 将天空当中开始降下毗零 还有显示种种神变 有些历史当中说莲花生大师用着金刚 以七颗银的指示来指向外道 哄哄这样指向外道 那那个时候所有的外道全部都是在垂地 全部得以失败所以莲花生大师的这种 包括他的手印 金刚以及他的圣像 相互外道和相互魔宗相互归生方面有不共的能力 所以当时支付了所有这些刚强的外道 圣域的这些外道纷纷地归入佛教 由此这样的祈祷文 其余祈祷文 兴盛于各地在印度也好 滕州也好 还有像现在的一些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 藏地没有兴盛之前 那么七句祈祷文的确也是非常的兴盛 在那里人们都是特别喜欢念七句祈祷文 我想我们藏地的确也是 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当中没有 基本上现在的有些年轻人不好说 在以前的一些老年人七句祈祷文大家都会共同地念诵 遇到了什么违缘 一些障碍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合唱祈祷 用通过七句祈祷文来祈祷